你好 欢迎收看1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同门部落有一处闲置空间 族人们希望可以活化当作是篮球场等运动休闲地方 不过这个地方是在特水区 法令上是没办法兴建的 为了解决地方需求 同门村长向先缘无建制陈勤 同时邀请到县府的农发处水宝科 还有秀林相公所到现场会刊 希望可以寻求解决方法 同门部落虽然有一处部落就会锁 但是缺少一处可以打篮球和办理活动的休闲空间 加上有一处闲置土地可以建制的 不过该地幕为水特区 是不能够兴建的 为了解决地方的问题 同门村长叶清闲 并且向先缘无建制陈勤 同时也邀请了县府以及秀林相公所 和村民们前往现场会刊 来寻求解决的方法 针对同门村 很多村民跟村长反应 来跟我这边来做反应 希望透过我来做协调的工作 由秀林相公所 还有我们花园县政府 农业处 水宝科 然后来做进行相看的现场实地会刊 针对这样的反应 希望能够多增加一些活动的空间 那甚至于就是有做一个检疫的篮球场等等的 那因为这边碍于就是 目前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土石流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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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区边际 算算边际 那所以可能有部分有划到 那希望说 针对这个部分 来做解决的动作 那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地方也 也闲置着空间在这里 那造成这个 可能也会变成这个 地方的一个 治安的死角 那所以今天特别 邀请这个 秀林相公所 还有华人县政府 来现场来做一个实地的会看跟看查 那希望 这个能够尽速的来做一个 做一个这个会议 然后能够尽速的这个 让这个村民有一个 更多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 到目前为止 两个社区啊 两个部落 一座 我们的篮球 多功能篮球场都没有 他们都是拿 比较外面 别村的 他们都有了嘛 一个村有两个 有的有两个嘛 我们这里呢 一座都没有 所以我在这里啊 我希望我们 乡公所也好 我们代表也好 然后呢 往上就是花点县嘛 县政府 管理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么 报到我们中央 希望能够给我们这个机会啊 让我们这边的年轻人啊 能够啊 有活动的空间啊 那我想 议员跟村长的一个意见啊 我们会尽速 对这一个特水区的一个 部分解编的部分啊 我们会经过我们的一个 审查小组来做审议啊 那也会 对这些小组的成员啊 专家学者们啊 来 述说 呃 他们的诉求到底在哪个地方 那 也希望 这个成果 这个结果能够 呃 往上去承送 呃 反应地方 对这个地方是 希望能够这个部分解编 然后来增加这个 呃 地方的一个活动中间 也让 呃 这个 土地能够活用 然后避免有这个 呃 自然死角的一个发生 先言吴坚持表示 前线空间只占特水区100坪 并不会影响到村民的生命产材的安全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会刊 能够真正帮助部落的族人 向县府和中央单位寻求正常的管道来解编 让同盟部落族人们有一处休闲的好所在 记得 终于休想外道